我们立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台风灾情消息 在新北市的三只新庄子一处的民宅 疑似是因为台风的风雨 把整个阳台铁皮屋的屋顶给吹飞倒塌了 而且造成了这陈姓的屋主 他四肢都擦挫伤 那刚刚是紧急的送医治疗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另一方面这个航班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凯米不断在增强 所以今天其实整个桃园机场是人啊旁班啊都大塞的情形 在今天截至到下午两点钟 国内线已经取消了261架次 而国际包含了两岸的航线是取消了203架次 那延误的架次是17架次 其实在这个台湾这个周遭的这个整个航班 是整体的大乱全部通通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可能比起预估的来得更大增强的更快 所以现在的航班大乱的情形 这为您最新插播报道 但是尽管我们现在关注着这样的一个台风消息 可是民进党关注的是什么 是卡位内斗的消息 他们现在急的是要赶紧卡到位 因为呢马上就要县市长选举 要率先卡位 特别是台南是他们现在这个烟消位最重的地方 陈亭飞他现在选择从台南的夏营区出发 那夏营就是以这个闽南语来说的话 谐音就是下营用闽南语发音 他说是要博得一个好彩头 要开始启动下乡请听之旅 林俊县也开始在办一些基层后援干部的一些座谈会 但王定宇王八千委员现在目前还没有动作 所以最快在8月份就可以揭晓台南究竟是三颗西瓜 还是单挑还是三足鼎立的情形 我们今天看到了 陈亭飞也去到周玉寇的广播节目 讲说这好像他现在赢面很大 我们来听听看 看起来你要争取的初选 你有信心初选 因为现在你的民调据说是领先对手很多 刚才我看到那个数字有一个人来跟我讲 大概是30% 我们要相信的是赖主席 不担心 我觉得党基本上是会公平公正 在赖主席旁边说赖主席我是赖西 不用 眼神就知道我是赖西了 好 赢了30个百分点真有可能吗 他说光看他的眼神 所以他们现在要鉴定眼神 从眼神确认过眼神他是赖戏 真是如此吗 在赖清德眼中搞不好并不怎么觉得 赖清德每次举起手的可是林俊仙 这个陈亭飞是不是自己 没有搞清楚状况自欺欺人呢 那再来这个我们看到黄阳明 资深媒体员也来提醒陈亭飞说 你要以这个苏正清为敬 要明哲保身 苏正清在2020年的7月 他当选了这个中常委 随即就马上爆发了SOGO的会选案 然后他在8月就辞去才一个月的时间 就辞去了中常委 那陈亭飞他如果身上有什么东西 还没有被查过的话 会不会在这个时间点跑出来 被洗涤一下 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龙界线现在的点名 就是赖清德危机 他说如果陈亭飞拿到的选票多高 可能赖清德的危机就有多高 那这两个人要危险了 这潘末安跟林佑昌可能就要被清算一下 就是说这个浮选不立啊 或者是说这个 怎么没有让我们赖系清点的人选 能够赢得这个初选呢 那其实现在接下来牵涉到的 牵动到接下来这个赖的 这个德意志帝国 其实就是包含了这个当然中常委 我们看到他们的中常委里面 还有七席当然中常委 包含党主席 然后直辖市长其他县市长呢 共推一人以及党团三长 选出来的中常委青赖系 总共是有六席 那非青赖系是四席 当然中常委呢 扣除赖清德本人 现在目前的属性如下 就是黄伟哲呢 当然我们看到他 他算是这个非青赖系嘛 因为赖清德自己 在这个跟大学生座谈的时候 就讲到谈谈弊案啊 还说你可以问问看黄伟哲 是属于哪一个团体嘛 切割就说那个可是阴系的 那这个陈其迈也是非青赖系 因为阴系现在有点瓦解了 可能我们要改叫非青赖系 翁张良也是非青赖系 那这个柯建民老柯是主席派 吴思瑶他是青赖系 还有这个庄瑞雄也是非青赖系 所以是青赖非青赖 各八局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再来现在陈其迈都被称为是这个 非赖共主嘛 你看到这个风传媒有一篇这样的报导 他说根据指出呢一位极高层的执政人士 向陈其迈探寻 可能想要说服一下 这个希望能够配个票 他说呢说服中职委郑光丰的票 投给洪生汉 但是没想到呢 郑的票最后是投给了这个苏志芬 那就算是这样的一个极高层人士 想要亲自出马来说服 现在目前这个非赖共主 看起来好像这个陈其迈也不给面子哦 所以大家就是说从这样的描述来看 极高层又是民主活水 难不成来说服他的是卓榮泰吗 所以现在这个陈其迈大到连卓榮泰 赖系的人都可以不甩哦 那原本一直以为说英系苏系 现在可能这个调活就是要靠这个陈其迈 没想到现在苏系也传出来 是跟老科合作哦 在英系的奥元下 拿下张宏陆一席的中常委 在这个系统呢过去是跟新潮流最常联手 但是现在被归为是非赖系 也就是说呢 现在目前看起来 陈其迈不太甩赖清德 然后苏系呢也这个另谋他路 是不是赖清德感觉起来 好像这个大家都不太遵守他的配票哦 独揽大权抢票废票 还有抽签对决 结果梦名其妙现在出现了一些选物瑕疵 都在市井 这个赖清德可能在派系上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也反映出来现在民进党里面自己斗得有多凶哦 那这个跨派系的内战开打 我们也从这个王世坚跟何志伟 他们当时要争谁能够被提名选立委这件事情嘛 那时候啊 庄睿雄王世坚就讲说 很多黑道家族黑道是来自于何志伟家族引进的 然后现在挨告家众毁谤 然后现在是不起诉处分 那还有呢 这个废票事件 这个吕林小凤他说 坦承呢他投废票是故意的 其实就是表达对于新潮流的不满 他在群租里面发文说 不愿意桃园队被当弃子 因为看到大阿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心里有点心疼大阿哥 那他事后呢 还想要找这个在地议员吃饭 因为他们撕破脸了 结果却挨了个软钉子 晚间呢他又在这个 市议员的群组里面承认 那后来他竟然在这个群组里面 跟很多的议员大吵 一度还呛告 结果这个废票事件现在越演越烈 看起来他们这个内斗非常的凶 从高层到这个基层都在斗 那也让这个党内不少的幕僚很担心 说现在看起来桃园队的大内乱 可能迅速在民进党幕僚之间被扩散 那所以各派系现在长期的矛盾 等于已经白热化了 新潮流 这个南流北流的战争 也更加的白热化了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永平姐怎么看呢 今天我们在讲台风 那我们对民进党的这个内斗 我们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台风的比喻 那现在看起来他的党内内斗的台风眼 竟然在哪里呢 竟然在大家认为赖清德的这个出生地 被造神地 不是出生地 就是他的政治崛起地 跟他的造神地 本命区竟然就在台南 台风眼就在台南 而表面的台风呢 显性的就是陈廷飞 陈廷飞呢 你想想看 先前压力那么大 甚至郑文燦的事情都发生了 陈廷飞自己不晓得嘛 可是他拼下去 而且还可以拿到 中职委的时候拿到了最高票 这真的是表现他党内的实力 而且他在整个台南市 因为他布局耕耘选市长很久 当时他要跟黄伟哲拼的时候 他也是经过很多的无奈 很多的人去协调 可是他从来没有停止 在台南部署的动作 所以今天虽然说周玉珂说 有民调说他领先30% 有没有那么多不知道 可是好些实际看过民调的人都说 他领先赖清德要支持的 林俊宪起码有15% 这是事实 好 那我们再回到民进党的 内斗跟中常委 民进党的中常委只有10席 这么少的席次 大家现在都在关心他的派系布局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10席的中常委中 三席是台南人 三席是台南的 陈廷飞一席 林俊宪一席 另外就是你们也点名的 现在还没有动作的 王定宇 王定宇是代表 勇言会的这个系统 在这次名单出来的时候 王定宇勇言会这席 是被归类为 叫做青賴系的一席 大家想想看 现在的台南市长 赖清德已经这么明显了 林俊宪就是他要清定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是林世杰那个案子还是什么 他去跑一个公寄 结果出来只有一台 就是一个绿色的友台 只有拿一个麦克风 他在那边讲 我要扫黑什么什么的 旁边陪着就是谁 就是林俊宪 对不对 所以已经做得这么明显了 好 那今天陈廷飞是 非常勇敢的出来 跟他打对头 要引起整个民进党的 党内台风风暴 那王定宇现在能表态吗 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就说 那王定宇为什么没有表态 王定宇现在在中常会 你勇言会是被视为青賴系 如果你这个时候出来宣布 也在活动 也要选台南市长 那你也要来搅局 那是怎样 那是你连民进党中常会里面的 青賴系也要瓦解吗 那更不要讲还有 这个吕林小凤 这个灿系的在那边不高兴 我最后讲一点灿系 我知道时间到了 那个我碰到林涛 林涛说吕林小凤 气到那个程度是什么 郑文燦弄他是七年前的案子 然后郑文燦另外一个 亲他的议员张信议员 弄的是五年前的案子 吕林小凤的亲戚弄他一个 刘邦有时代的案子 你说他们会不会快要气疯了 这个部分董哥是专家 等一下讲 他婆婆也是个老议员 三十年前的案子 说他跟助理会扯不清 一审二审都无罪 不论时空 对 一审二审都无罪 到跟省才开始说有罪 然后最近被判 要进去坐牢四年 他婆婆也 你说是不是气疯了 你要不要亂斗 对 真的太过分 我印象中叫李秋叶 好 我们来问一下宏廷 我觉得我们刚才谈台风 永平姐讲说这个暴风中心 到底在哪里 刚刚因为台风其实漏谈了台南 跟电力的问题 可是这几个问题的核心 其实都在哪里 都在民进党里面 所以民进党的派系内 都终于浮上台面了 你说坦白讲台南的什么 谁选台南市长 我个人都认为说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你知道 台南这个地方 雪甲88枪的案子 跟议长邱莉莉有关的 请问破了吗 破了 枪手那一段破了 但为什么开枪没破 后面还有发生什么 林世杰被开枪 林世杰是以被告身份 要出庭的前一天被开枪的 所以你说台南这个地方 发生这么多 像我们以前电影上面 才看得到情节 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台南这边的政治人物 他的水有多深 那基本上你说 他们敢选台南市长 我也觉得很厉害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利益两个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在谈电力的问题 我们说民进党这个党 因为光电而团结 也因为光电而分裂 为什么因为光电而团结 就死都不要接受核能 为什么 因为一接受核能就没钱赚 观众朋友如果有在关心股市的 最近可以去看 民进党上台一支的时候 有一支跟他们很close的股票 叫做台湾什么 台湾的国保动物能源 我就不讲哪一支了 上台的时候 跟赖品鱼关系 上台的时候 跟到今天股价三倍 股价涨了三倍 为什么 因为你死不用核能 那他就一定涨 这某种程度也反映了民众 其实对民进党执政的无奈 就是说你看民进党概念股 可以涨得跟什么一样 为什么因为光电而分裂 你看最近所有的事情 不是源自于都是光电的利益 所以台南就是光电利益的核心 而台南的这些案子真的会办吗 台南的这些案子 真的有办法水落石出吗 我个人认为是很难的 所以你再回过头来去看到 你看在这一次整个民进党 内部的选举里面 你很难想像就是说 在民进党一个刚当选 刚刚当选总统的权代会上面 前任的总统不参加 那再前任的总统来了 但不讲话 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团结的这个状况 只有哪里有发生过 就是刚刚发生的 就是川普的权代会 川普的权代会 传统的共和党 包括钱妮的女儿 Paul Ryan这些人 还有他自己过去 在当总统的时候 44个内阁首长都没有出席 但是你要想想看 川普是他以一人之力 整个改变了共和党 这样的一个生态 那你回过来看 现在的赖清德 他现在的状况 很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跟蔡英文时代的民进党 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民众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蔡英文时代的民进党 已经让整个国际上很危险了 而看起来赖清德是更危险 而且在利益上面来讲 也是更麻烦的 因为他是从台南出来的 那这几个问题 一个内政 一个所谓国际关系 对台湾都是不利的 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时候 内乱成这个样子 对国家来讲真的是 不是很好事情 但是看他们怎么闹下去 我觉得真相 还在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台南的这些部分 真的要换党执政 才有办法把过去的这些东西 都查清楚 好 请教董哥 其实台南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最大党当然是民进党 然后接下来是国兵党 然后加五党级 五党级加国兵党 大概跟民进党大概可以分庭抗礼 很多人就很奇怪 邱莉莉为什么要买票 民进党的票够 因为陈廷威的妹妹这几票 过去曾经跑够 那跑了 他们这四票跑了以后 再配合本来五党集市 亲民进党这些也跑了 所以邱莉莉上一届没有当选 他是赖清德的政治盟友民进党 台南市长部主席 所以就被郭信良险上了 郭信良是陈廷威很亲密的战友 所以赖清德就更火大了 你这样搞我 这是六年前的事 六年前发生什么事情 六年前很简单 就是赖清德那时候当行政院长 他希望他的子弟兵 林进党接他的台南市长 因为台南市长他没当完 他来接 可是林进党才刚当选议员 那一届才当选立委 所以才一年都不好 所以就叫黄伟哲来顶替 你帮我看守八年 八年以后你要交给 好好交给林进党 所以黄伟哲是本来没什么派系的 那新桃流挺他 他就当选 当了八年 大家可以看这个过程 当然那时候民进党非常希望 就是整个议会还是由赖清德来掌控 没想到邱莉莉 因为民进党跑票 跑票的人就陈天辉的妹妹陈宜珍 带领一堆人 然后让郭信良当选 为什么特别要讲这段故事 因为这段故事你就可以看到 武党籍的力量 其实是他靠谁 谁就可以执政 就可以顶住了 民进党虽然很强 可是敌不够无党籍的郭信良 所以可以看到了 那这次陈天辉为什么要有把握 没有错 你总统是挺林进宪的 可是我有无党籍 郭信良是我政治很好的盟友 郭信良的下场是怎么样 他过去有个案子就出来 说你说人家一千三百万 他现在一百五十万交保 随时要进去了 就是说他说他叫欧民 那邱莉莉最有名的话 被剪掉决定到了 这次我一定有 我够好 人家拼出来 要让欧民的拼到队 欧民的就是郭信良的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这一届的丘莉莉 为什么要买票 因为他怕陈廷辉的妹妹 这些人又跑票 所以只好先去跟国民党买 就简单讲就这样 那这一次很简单的 可以看到了 陈廷辉认为说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波 我当了三界议员 我从2008当选立委到现在 再怎么讲也是轮到我 我经营这么久 二三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说你赖清德 不能用一举之一 来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一定要进入中堂会 不让你把我做掉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台南的另外一个大台风的过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回来